Hello,大家好,我是阿鍾,是環一國際地產的代表 這位我相信大部分同事都很熟悉的,Tommy 他對全球經濟,全球房地產市場都很有心得 今天我們講的萬成最新物業 可能有些聽眾對我們公司的背景都不太熟悉 麻煩給我一點時間,讓我介紹一下我們公司的什麼業務 我們還一個國際地產有限公司,其實2014年的年底已經成立了 我們的房地產業務的覆蓋範圍遍佈全世界各地 有加拿大、Toronto、Francouver 現在有英國、泰國、柬埔寨、日本和澳洲 我最主要想講的是什麼呢?其實我們就不代表發展商 我們只是代表客戶,幫客戶去找最適合他的樓盤 為什麼我要講我們公司過去的歷史呢? 因為今天有些很特別的事情要告訴你 我們什麼時候賣萬設斯達樓呢?其實我們2016年的時候已經開始賣了 賣了這麼多年,今天我們就做了一個回合給大家 5年的回合,2016年至2021年的5年樓價總結 萬設斯達樓,我們五年前就幫了很多客戶去 在那裏置業,其實他們全部都賺了錢走 無論是那個賣賣金,又或者轉手的資金 都非常之良麗的成績 其實這五年來看,我看到其實萬成那邊的樓 或者英國這樣說 其實他們那個發展的情況都很蓬勃 還有都有很多人,撇除了BNO的東西 其實都很蓬勃,很多人都問 就是我自己一路做下去,其實很多街客 很多同事,甚至有時打電話Email過來問 其實都不知道 我上兩個禮拜都收到有幾個問 是的 到現在都還有人問 問你了,Tommy 我們香港賣樓,我們知道哪個站最好 如果萬設斯達樓的話,究竟哪些站 你會用什麼優勢去決定買在哪個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香港人買樓,第一件事會看的是什麼 交通方便不方便 一定是的,因為始終交通方便 例如迷著地鐵,上蓋,或者沿線那些 你一定是看公一線的 什麼太古城啊,全版西的 是的,是這樣的 一定是看公一線的了 所以變成了看鐵路沿線 就最簡單的 總之跟著這條路走 還有沒有忘記一遍 當個城市發展的時候 其實那些沿線那條路 是會不斷擴建 或者加長 或者可能會分多些分支出去 變成交通網絡越來越成熟和方便 是的,沒錯 其實就是越來越多人會在一些特定的站那裡居住 因為那個地方,那個特定的地方特別方便 譬如交通樓樓那樣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就是萬設斯特市中心的一個名物 其實這個是什麼呢 萬設斯特輕鐵Metrolink的那個路線圖 跟倫敦一樣 它分了不同的地方 其實這裡就看到灰色的 中間灰色的地點就是City Zone 就等於倫敦的Zone 1的意思 那如果再出一些 譬如像Cornbrook那些地區 那就等於Zone 2 那很簡單 其實只有三個大站 那最好的應該是選Zone 1 當然是Zone 1 當然不一定的 但是如果可以讓我選 我又可以 預算也可以容許的時間的話 那我就選Zone 1 對於我在香港我選的時間的話 那我當然要選Zone 1 沒錯 我們選Zone 1 其實只有幾個大站 就是我們選的 那譬如什麼呢 第一個是Victoria Ison Victoria 一定是最先發展 傳統用地 一定會住宅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 幾年前已經開始有 那個話題性非常大的 高鐵HS2 就放在這裡 Piccadilly這個站 所以你見到呢 有個火車的logo 其實它也是一個叫做 Transportation Hub的形式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就是Dinsgate 和Castleville的這個站 那這三個大站 就會作為最重點的投資熱點 那其實有些客人問 那其他站 為什麼不會作為一個投資熱點呢 譬如好像這個 Saint Peter Square 那樣地區 其實什麼 其他的站 其實大部分地區都是商業用地 或者是正古用地 就像這個Saint Peter Square 那其實呢 這一條 這個站 旁邊的blog 起碼有三個blog 都是酒店 嗯 那其實 曼茨斯斯特的中音圖書館 又在這裡 那接著那個市政廳 又在這裡 那另外那些就是 足球博物館 那還有什麼呢 譬如好像Figuredly Gardens 這些不是屋院名 嗯 這個它真是一個叫做公共的公園隔離的一個站 那其實這個站 附近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City Tower 你來到曼茨斯斯特 那你就想著喝一杯共茶 那你就去這裡就可以了 共茶的Head Corner 那就是這個 那這個松溫 叫做松溫這個區 這個灰色這個區 其實基本上 囊括了三個萬城的主要的大站 是的 那變成了 就是說如果我遊這些站 其實我去 回到英國的其他地方 甚至去倫敦 那我去Piccadilly 可以搭發火車回到倫敦 我要去北邊的城 那我去Victoria 那譬如我要去機場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或者去Liverpool那邊 那我就可以去Dinskey那邊 就去那邊 你也很熟 沒錯 就是這個城市中間不同的方向 火車站 就去英國城市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以我所知呢 其實這個灰色的一個圈 如果捉住原心 我走呢 其實我半個小時走 你走過 那其實那大小的大概也多 就是等於 我拿香港一個地方來做一個例子 我想類似由灣仔到中環 差不多 是吧 就是由灣仔到中環 差不多大的這個圈圈裡面 其實我有三個主要的鐵路 的圓線站 那就是說如果我基本上 我圓圓這三個鐵路站 去找地方去投資賣樓的時間 基本上沒得輸 所以我們過去六年 其實最主要那個重心 其實都是放在這三個大閘 那我們大家看看樓價 2016年的時候那個樓價 那2016年我們看 Victoria的那個閘樓樓價 平均價 那時候買一間 那可能是一房 可能是兩房 看看Unimax 那邊多些 但是總之 它如果是flat 就是那個apartment 那個平均價格 是十九萬四千多 嗯 那如果Piccadilly 就貴一些了 就二十一萬多 很正常的 因為其實呢 如果Victoria 那裡比較low rise 那些人的那個 那個 income 會比較低一些 所以他們的屋 沒有那麼fancy 所以他們的租金水平 或者樓價 都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好 那Piccadilly 就比較多華人住 或者是因為他那個 靠近市中心 還有他衣食住行 會比較方便一些 嗯 那我看看Dinsky 和Pastleville 那就是二十萬 那過了大概五年了 五年之後 五年的round up 究竟看看現在那些客人 究竟如果買了的 五年前買了的 他們現在的那個價格 大概是多少 那個平均價 2021年 平均的那個flat price 那現在如果你要在Victoria 那裡買呢 就二十一萬七千 差不多了 沒有什麼分別 都有升 都有升 但是他的那個升幅呢 就不是說太多 那如果Piccadilly 你看到二十六百 很合情合理 因為那個地方 真是叫做配套次才會做得比較好 那第三 Dinsky和Castleville 那的確是 那個升幅是最aggressive的 這個是實質存在的那個價格 是根據二手買賣 拿回來的那個價格 來做一個平均數 那Victoria 五年裡面升了12% 是 如果Piccadilly 升了23% 那Dinsky Castleville 就叫做大升四成倍 OK 就是說過去那五年 如果是Dinsky Castleville 平均沒有一年 大概是9% 9% 那其實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其實那些客人是賺了錢 但是其實那些客人不明白 為什麼那三個站 只有Dinsky Castleville 這個地方 會特別好的呢 那個Performance會特別好的呢 那其實就要講一講 Dinsky Castleville 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特色 Dinsky 如果火車站 就這樣叫Dinsky火車站 是啊 但是Metrolink 它會告訴你 Dinsky 然後Castleville 那樣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因為它想那些人知道 如果你在Dinsky這個站出 你會經過Castleville 其實Castleville 這個就是那個站 Dinsky Train Station 旁邊這一塊呢 就是Castleville 那其實要講一點歷史 那其實呢 Castleville 這個地方就是Dinsky的一個地標 那它是Hilton Tower來的 在一個五星級酒店 那其實這個位置呢 如果看東的話 就會看到Dinsky 這個Castleville的地方 被譽為 The most beautiful area of Manchester City Center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這個地方歷史悠久 說到什麼時候開始 有人在這裡 羅馬時期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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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多年前 那時候就已經是作為 防禦措施啟用 那去到工業革命 大概17多年的那個時候 Castleville 是世界上第一條 工業運河的終點站 嗯 所以你要想一下 終點站來的 那所以其實呢 這個地區呢 有很多倉庫維持 它附近有很多這些 紅磚這些這樣的 建築在這裡 因為工業革命一直發展到 去近代二戰之前 那時候其實有很多 很蓬勃的 很多這些這樣的 紅磚屋在那裡 是啊 可能還有一些不同的貿易 在這裡 所以現在的那些倉庫為止 其實已經 regenerate 做了office coffee shop 餐廳 這些重新再出發這樣的建築 那其實呢 這個地方有運河有鐵路 那時候已經是一個貿易交會的角色 嗯 那究竟現在這個地區變成怎樣呢 最出名的那間酒吧 這個呢 上過無數無數這麼多次雜誌了 無數這麼多次 那麼這個地方呢 就叫Lock 91 是的 那麼其實這個地方 什麼叫Lock呢 其實是一個運河的 雙水閘的一個設計 來的 它給船去不同的水平 那就是用這兩個水閘去控制 裡面的那個海平面 嗯 那而這間酒吧呢 那麼就也是一個名牌的一個建築 那還有些什麼呢 Castleville 有一個食 這個是Sapporo Tefanyaki 哦 是的 有日本菜吃的 那也有不同的餐廳 那這個地方也有一個叫Castleville Bowl 是用了8000人的一個開放的演唱會 還有一些音樂城市就放在這裡 那麼其實這個地方 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拿一個地方 香港的地方去形容這個地方 其實呢 就有些住港島的朋友就知道了 像李景灣的 啊 就是外面那個海邊那個地方 很安靜的 如果有一些 可能不太熟悉的 這裡是李景灣 赤柱 知道了吧 赤柱 是有點像赤柱的 其實 外面那個海邊那個位置 有多菊菜 在海邊那裡吃 那其實這裡很安靜的 還有這個地方呢 沒有什麼流行的 他這個地方在裡面住 很舒服 在裡面喝東西吃飯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那些人在外面曬太陽很正的 那其實呢 講一講 講完Castleville 那這個肯定是衣食住行那些 很舒服的 很Chill的 懂得欣賞生活品味的人 喜歡去的地方 那但是Dinsky 又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一個商業區來的 那Dinsky的站 你看到這裡 就是剛才 也都在那個Castleville 廣東 就見到這個叫Beathen Tower 這個就是Kilton 其實我承認這個 做一個地標 就容易去理解 沒錯 因為以我理解 其實英國人都很 怎樣說呢 他們那個 生活那個風格 那個風格 也是 你見到那些鬼路 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你香港也是的 你做完事 尤其是星期五那些 基本上 就已經走到下面那些酒吧那裡喝東西了 所以下面那些酒吧很多 很旺的 很旺的 所以他們那種風格跟香港很不同 就算你香港 你走出去 如果夏天 我想晚一點點 你見到星期五下就 你見到維多利亞港 基本上 如果現在不是疫情的話 你見到很多人 已經在駕鑽仔 是啊 所以其實你想想 那些人 譬如我講這個金融區 Beathen Tower 後面有一條Dins Gate Road 這條呢 就真的好像我們的 軒尼斯道 軒尼斯道 由這個市中心 Beathen Tower 那個區 有一個站 接著穿過Beathen Tower 再上 軒尼斯道就是中環 整個萬城的中環區就是軒尼斯道 然後再上去就去到那裡呢 銅鑼灣 所以你基本上沿著這條Dins Gate Road 就好像這個 叫做 軒尼斯道 一路一路走 基本上就不會撞失路了 沒錯 所以你想想 住在為什麼這個地方的樓價會這麼厲害呢? 因為他 我可以告訴你 它是整個萬茨斯特市中心 唯一塊地 已經完全發展完成 就是他們在這個地方 找到一塊地皮出來建樓 其實很難得 難得的 你看到現在下面的地樓已經密密密密密密密了 中間這些房子那些 這些房子那些 不拆的了 這些完全是 一拆著整條建立了 清拆的困難很大 如果讓你住在市中心 給你錢也不走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我要去上班 我可以走就可以去Spinnacle 我可以很輕鬆的 我可以去Castle橋 去欣賞一下大自然 有條河 去喝酒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的樓價 為什麼會升得這麼厲害呢? 這個就是Spinnacle的中環區 中央金融區 富時指數裡面 裡面有85間都已經在這裡下了筋 現在投資開放房地產 Tony你最熟悉的 客人經常問你英國計上還是下 OK 基本上海外房產這麼說 以英國為例 基本上其實我買來做投資 主要就看有三方面的收益 一方面的樓價 很明顯 剛才阿忠你也看到了 2016年到現在 Dinsky Castle橋的位 已經漲了45% 即是說我六年前 我五年前拿著一個Dinsky的樓 到今天如果我賣出去的時間 其實我只是樓價上面 我已經賺了45% OK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那個租金 我放出去出租的嘛 另外有租金收入 第三樣東西就是那個匯率 匯率 現在其實那個磅 我剛才查過今天 其實那個磅 對講的都是10.2 其實是太低的這個位置 為什麼最近那些磅會低了呢 其實你要留意 如果留意開磅或者外幣的話 其實是過去這兩三個星期 其實那些外幣是比較便宜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美金升了 美金升了 美金最近都挺厲害的 美金升了 所以長算來說 不會去到這個位置的 會落回來的 那當這個美金回落的時候的話 其實那個磅就會相對 反過來就會上回去的 所以呢 如果現在我去持有一個英國畢業的話 我接下來我持有一個中長線 持有六七年左右 其實到時候我走的時間的話 除了賺樓價 賺樓價賺那個租金之外呢 我會相信那個磅 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appreciation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買海外房地產 兩家茶禮 沒錯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尤其是英國樓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是啊 如果你已經試到可能將來那個經濟 可能未必會太好的時候 那其實應該要更加把一些資金放在一些 比較穩健的投資產品 譬如樓的情況 會的 因為其實你如果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聽到一些叫做 被動收入 那就是如果我有一些被動收入的時間的話 其實這一方面其實都可以幫到手 在我的資金的投資產品上面 會有一些不同的 叫做平衡 可以這樣說 這個絕對限 好了 現在看看 今天10點29的時間的話 其實在這個匯率上面 其實對於我房子 將來如果我套出來的時間的話 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真的 是沒有看清楚的 這個要看清楚的 你看看 最底這個 最底這個 3 現在這個 今天用這個例子10.29 如果我買一層50萬磅計價的樓 OK 我今天用10.29的話呢 其實我給的價是500 即是十幾萬港幣 那假設我的匯率 只是升上去多少呢? 13 因為 英鎊過去平均 你看看 對港幣 大概是12、13 大概左右 這個是一個平均 健康的水平 嗯 那我就去回這個位置 去回這個位置 我不要說去到最底 那時候 16個多的位置 13個多 那其實呢 我層樓上面呢 同樣都是50萬磅的話呢 13個多的話呢 其實呢 已經是600多萬 那相差多少呢? 已經120多萬的 這裏已經多了 你看到上面 我參加都在說 都只有10個percent 是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 都不要看少的 那現在這個時間 我自己覺得 港幣是值得去 去吸納的 一個時間來的 還有留意一下 這些匯率的那個profit gain的profit 是不需要打稅的 對 所以一個線都不用付 好了 那接著就下個項目那裏了 那你見到呢 在這邊的 左邊呢 這個就是剛才經常都說的 那個bm power 用這個做一個地標 那前面呢 這裡有兩個站的 一個就是castlefield 那個的 輕軌 是的 metrolink 另外一個呢 就是火車站 就在旁邊的 兩個站在旁邊的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的項目呢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自己覺得 比一些 例如西九那些 我覺得比較好一點的 一天樓下就有兩個站 是不同的鐵路系統來的 那這個項目呢 見到呢 其實那個發展商呢 我們合作方向叫做Alliance 的 其實Alliance 在當地呢 其實都有不同的項目呢 是已經是落成了 可以做參考的 其中一個呢 就你現在見到的 叫做oxygen 是的 那我們首先說一下 就是那個 第一張架單 我們 這次真是很容易 拿到第一張架單 這次我們真是跟Alliance 都 因為我們跟他拍了 一段都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 大家有好方的時間 他都給到我們一個 這次exclusive 有一個這樣的 的price list 我想這次這個price list 都是一個難得的一個機會 有些客人呢 其實都不明白 不太明白 到底第一張架單 究竟有多厲害 那一天你弄了這個slide 所以我就在想 那時候oxygen 我們都有份賣的 是的 那我們六年前左右 回想 就是我們現在都有客收樓 回想這大礦 已經起好了 已經起好了 那六年前 有個客人買oxygen 那他買了一個價值 24 24 萬英鎊的那個 兩房單位 連車位 24萬鎊 是的 那時候很便宜的 六年前 但是因為客人 因為一些原因 他收不到樓 這些情況 我們明白的 有些理解的 所以我們都會 拜託發展商 可不可以將這個 放回二手市場 那個market那裡買 那當然 客人就不會 賺到什麼 發展商要自己定價 就將他放在二手市場那裡買 那時候的轉售價格 我告訴你 24萬鎊兩房連車位 嗯 六年之後 我想都是去年的事 那他買了 你猜猜多少錢 剛才你那裡都升了45% 我猜猜40萬鎊 我猜猜40萬鎊 鬆一點 兩房連車位 連車位 那可能45 左右 轉售價格是49萬鎊 比我預計還要高 所以他那個 其實如果客人真的收樓的話 他一轉手其實已經賺了40% 那這個就是第一張價單的威力 他永遠都是 發展商他會慢慢慢慢地加價 嗯 你買的那一刻可能會覺得 他market price 我會不會應該可以再找到一些 再便宜一些 那其實隨著時間的那個 流勢呢 其實如果去到大概五年 或者六年 就是收樓的時候 他會發覺 他那個價格 是已經升了 樓師就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六年前 我們沒想過都會升得那麼少 我們猜會升 但我們沒想過升40多% 那所以就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為什麼那麼多A準 會在外面 會拿第一張價單 因為這個對於我們客人來說 他們可以賺到最高的profit 那就看看項目了 好了這個項目 就在那個 你留意這個叫做 區域這裡 它是M1的 這個村是M1 這個postal code M1就是呢 它最中心的那個地方來的 沒錯 位於就是告訴你 其實這個已經告訴你 它是一個中心的地方來的 那麼那個地的使用權呢 就是那個年期就是990年 那麼整個項目有327個單位 那麼有一房 有studio 一房 兩房 還有呢 其實有個別有些是有三房的 OK 那麼三房稍後再說 那麼實用面積由280呎10呎 去到1235呎不等的 嗯 那麼就但是有管理費 就像我平時我們香港都是啦 有管理費 那麼3.47磅一呎 嗯 那麼就乘回你的尺數 這個是一年的 一年的一個大學管理費來的 如果一房大概1000多港幣一個月左右 是的 那麼就預計那個員工日期就是25年的9月 9月 那麼全高就37層 那麼到時交樓的時候就會有徵裝修 徵裝修 即是什麼呢 就是說裡面的天花地板長生 如果廚房裡面有的一些的那個爐頭啊 廚房爐具啊 廚房爐具啊 那些cupboard啊 就是那些廚櫃啊 那些的廚房啊等等呢 全部都有在這裏了 除了洗衣機 那麼基本上有在這裏了 那就是說基本上 如果你買來做出租的時間的話呢 基本上的話呢 你可能只是添少少傢司 就已經可以出租到出去的了 那麼地租呢 那個地租就是 你的樓價的0.1% 那麼而呢 新樓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發展商會提供一個10年的 保養迷收 就是說如果我入了之後 那層樓 我譬如那個 的廚櫃脫了 這樣子的時間 那你可以找他幫你去整理整理的 那變成這個 都勉強了你很多 一些的 不需要的一些煩惱 嗯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 買新樓其實這件事 因為我最重要是投資而已 最重要是不要煩 最重要是不要煩 對 不要煩 有些東西 有人幫我 take care 的時間 那基本上就已經可以處理了 我大部分的東西 包蒸裝修其實已經是省了很多麻煩 那讓我介紹一下那個發展商背景先 那發展商就叫做 其實他已經在英國有30年的歷史 這間公司其實有三個比較大的一個派對 值得去講一講的 第一個就是他本身都是constructor 是的 那他就叫做Rushel WBHO 那其實他已經在英國西北部 已經蓋了22年了 那也是T1 construction status 就是他專門接一些最大的 flagship 的一些項目的 那跟著中間那個就是物業的那個developer 那其實他整個萬設斯特已經遍佈住 他自己蓋的那些項目的了 第三就是什麼呢 Alliance 的 city living 那他們自己做了放租 自己做了收租 那即是說如果我買來做放租的 就是做投資的時間的話 我將來塵樓出去出租 其實都可以找他們幫忙的 是啊 好像你所說 投資都是不想犯 是啊 所以其實呢 他們那個一條龍服務呢 那其實呢 我們跟Rushel WB那麼久呢 他們是 我們從來都沒有收過客人complaint 是啊 就是說 其實可以這麼說 他一手包辦到什麼呢 就是說 由蓋房子 幫他做蓋房子 然後他自己就做發展 規劃整個項目 到之後 我收了房子之後 我是個業主 我也都可以找他們幫忙 他幫我 去出租我的單位 沒錯 尤其是Alliance Investments 那其實這間公司呢 在產品定位方面呢 他下了很多苦工的 嗯 尤其是 就是我拿個例子 這就是他們建的其他的一些項目 有Hotel Industrial Residential 還有Office 那麼他的客戶呢 有Amazon 有其他的那些酒店公司 都是他們的Client 那麼他們建了一個 這些就是他們遍布整個賣設斯特 正在建或者已經是成功交樓的一些項目了 他們也沒有任何的難尾樓紀錄的 那麼這個就是Axos Tower了 這個就是Alliance City Living 他們旗下 就是他們幫忙放租的一個項目 其實已經100%出租了 是的 Axos Tower其實就即是在 我們這次說的這個項目的對面而已 是的 直接在旁邊而已 剛才你如果有印象還記得呢 那兩個火車站呢 是不是有兩個火車站的嘛 OK 一個就是那個Metro的輕軌站 另外一個就是火車站 是的 那麼我們那個就是靠著火車站 Axos Tower就是在對面那個輕軌站的旁邊 所以就except地在對面的 沒錯 那麼其實他們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借鑒來的 他們的租務情況究竟是怎麼樣呢 他們現在呢 也都不需要擺任何的房源 在那個Right Move的了 他們的大堂呢 會有人呢 從時間到時間是想入去 直接上門呢 去問有沒有房子可以租 所以其實他們呢 直接是有張List 是叫做 是 Potential Tendants 他們如果一有Faking的單位呢 他們就會在那個Potential Tendant裡面 就選擇的 那麼所以他們那個出租率呢 是100% 那麼現在那個Average rental yield呢 大概5-6%左右 那麼其實 都說得到的 因為始終這一個是叫做 揭露 上代的項目 是啊 和現在我們新的Vision 一模一樣 那麼所以變成如果你說 那個受歡迎程度是高的時候 其實都理解的 我理解得到就是他這個項目 基本上打出去的話 其實很快已經是可以租出去的 是啊 還要留意其實 Vision 就是我們這次推的那個項目呢 其實 Planning Permit 其實2015年的時候已經出了 嗯 但是因為呢 原先的Land Owner呢 就沒有那個能力 在這個市中心那裡起樓 嗯 所以一直保持著 Planning Approval 一直都沒有做任何的Development 嗯 直到他真的發覺不行了 他就找了Alliance 找了Russian Group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們已經有一個 建Axis Tower 這個已落成項目的經驗 所以他們也會很有信心 是建Vision 這個項目的 OK 那麼看看M1 剛才說M1是個市中心 M1呢 其實在整個萬成的市中心裡面呢 大概就有五十幾萬人 嗯 五十幾萬人住的 但是如果單單說M1這個地方的話呢 已經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呢 是住在這裡的了 有二十幾萬 那麼Houseau 就是那個家庭有九萬個家庭 那其實除了除了你會很簡單 心水清 除了除了 就是說 平均來說呢 一個家庭大概有三個印度 三個印度 三個印度 那所以如果我投資的話呢 其實呢 我買一些兩房啊 那些呢 其實都OK的 都OK的 都OK的 是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指示來的 就是給你一個提示 另外一件事就是呢 當地的人呢 其實他們為什麼剛才阿鍾說 那個出租率高呢 其實另一件事就是要留意到呢 那裏的失業率呢 是很低的 3.6% 嗯 整體現在 今時今日的英國的失業率呢 是4.1% 嗯 所以它比起整個英國呢 是還要再低的 這個地方 而呢 他們那個家庭收入呢 是32,000薄 一年 嗯 那你想一下 很簡單介一條很簡單的數字而已 這裏說的 租一個就算是兩房也好 說的可能是1400磅左右 1400磅乘12 說的都是大概 這個 15萬16萬 是的 15萬16萬左右 其實基本上是 他的家庭收入裏面呢 大概都是 一半物流下左右而已 那相對於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基本上來講 我收了一份薪金回來 大部份已經拿了去交租 或者是能供樓 但是那邊來講呢 其實佔他的家庭收入裏面呢 其實 樓宇上面 無論是租金那方面 其實對於他們來講 是很輕便的 可以這麼說 很輕便的 所以變成 在他們整個 那些外國人 那些英國人 他們那種的生活 那個的態度 你看到他們是很休閒的 就是你想一下 到週末的時間 推著嬰兒車 或者是幾個朋友 就去個 酒吧去喝東西 或者推著嬰兒車去公園 其實你看到很多都是這樣的 他們的價值 就不是很高 所以他們是絕對有難力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多人租 視障商品 因為他們能供應 Exactly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一下 就是說 在下面左邊這個 Social Grade那裡 你會見到這裡 他們那些人 那個Social Grade是什麼 AB 是最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的人基本上來說 大部份下面那一行 叫做 是白頂來的 中級級來的 這些是 那就是說 其實 從這個站 剛才提過 上去上面的中環區 其實我走過去都是兩個字 在中環區可以上班的人 大部份都一定是白頂 一定是中產的人 所以變成他們那個收入 一定有分量的 所以基本上我在那邊 我喊到一個租 其實呢 我是可以喊到這個位 為什麼 也都導致到 過去這幾年 我理解就是 他那個樓價 那個升幅 會有一個這樣的保證在這裡 用那個東西來印證這個東西 OK 當然了 經濟的上樓會影響到樓價 但是 始終你在 在鐵路線來講 我相信那個 沒得輸的 食力 應該會有這麼多的 是啊 是啊 好了 那這裡就去看看那個Vision 詳細點看看那個位置 還有附近 有些東西可能剛才 講過 再一個溫故之身 前面呢 我們這個項目Vision 下面那裡 其實就已經是一個火車閘 Binske這個火車閘 即是走一分鐘就到了 走一分鐘就到了 那對面這邊呢 就是那個氫軌閘 那剛才說的 AXS Tower 其實就在這裡 剛剛這個 遮住了 就在旁邊 所以AXS Tower旁邊呢 就是這個氫軌站 而我們這次這個項目旁邊那個 就是火車站 其實兩個呢 走過去呢 都是一分鐘左右而已 Vision Tower就是這裡 沿著 這條路一直向上走呢 就會是回到中環區的了 嗯 好了 那走過去呢 兩個站都是一分鐘左右而已 然後另外 一個站 如果我要回倫敦的時間的話 我回到隔壁那個氫軌 那個氫軌 我坐八分鐘呢 我就已經可以去到 Piccadilly Piccadilly就是可以 剛才你有象的話 是萬城市中心三個 station 其中一個大的station 嗯 這個是將來高鐵的總站 嗯 亦都是現在可以乘回火車 到倫敦的那個大站來的 那我在我的項目 下去 乘搭一程 這個的氫軌 我就已經八分鐘就去到這一邊了 八分鐘 很快啊 這裡 那麼過去就八分鐘左右啦 這個就是 往倫敦的一個大站來的 那跟著另外 中環區 是的 那我就走回去呢 兩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到了了 兩個小時左右 這個可以不用回答了 走回去就已經到了 非常之方便的 這裡 那麼大部分的 外資企業啊 等等那些 都會集中在這裡的 RBS啊 Deloy啊 BBC啊 其實全部都已經 巴克萊啊 那些全部都已經在 這個spinning field 裡面的 是啊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在這裡 我出租 有部分可能 那些潛在的租客 其實基本上都會來自這個區 OK 跟著另外就是這個Solo區啦 叫做Northern Quarter 那麼由項目那裡呢 我如果坐車上回去呢 都是12分鐘左右左右 就已經去到了了 那麼這邊有很多不同的酒吧啦 餐廳啦 這樣子就像我們蘭桂坊那樣 有點像 那些外國人 放工weekend都喜歡去這些地方去玩的 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 我類比叫銅鑼灣區啦 那麼如果由我們的項目 如果我搭車過去的時間 都大概都是10分鐘左右 10分鐘左右 那麼基本上裡面 買衣服 就算我買蘋果電話 基本上都是在這裡的啦 是啊 Andell 那麼它基本上已經是 整個西北部城市裡面 首爾首爾最大的地方 是啊 那麼裡面基本上 所有的生活體居 要買的東西 基本上在那裡已經 大部分都已經有在這裡的了 就是你去銅鑼灣 基本上很多東西都已經有了 那麼另外呢 就是去另外一個購物的地方 叫做region retail park 那麼如果有太太的 那麼喜歡去 購物那裡買東西 買一些日用品呀 家庭用品呀 那基本上呢 過去那邊開車7分鐘 就已經到了 裡面 那麼有很多不同的supermarket 有outlet 是啊 那麼基本上裡面 這個就我想大部分 平時要去買喜居 家居的東西 都算都會在這裏 很方便的 好了 那麼跟著另外呢 大學區 那麼大學區呢 其實呢 過去呢 都是6分鐘左右而已 6分鐘下面那裡 那麼所以如果有些 學生我見過有些 是大家是分租的一起 就是兩個同學仔 那麼 分租一個單位 我都見過有這樣的情況的 那麼這邊過去都是6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也很方便的 這裡 那麼大學區6分鐘 整個裡面的那個設施呢 我呢 挺喜歡它這個這樣的分佈的 你留意一下呢 它的地下呢 就是那個 Coffee Shop Coffee Shop 和Concierge 你想像 那一點有一點想像力 想像力OK 你想像一下就是說 你 假設你住在那裏 OK 那你放了工回去的時間的話 那你進去的時候 那你可以去Concierge那裏 那裏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時候 朋友仔都喜歡上網賣東西的 阿八壽買了東西 那你日後上班 你沒有人 沒有人幫你收東西的嘛 那你很難叫他 送去你的辦公室的 是不是 那你叫他送去你的Concierge Concierge 可以幫你去做收件的 已經都可以 是不是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呢 譬如你約了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呢 在地下這個 Coffee Shop 你約了 見你的朋友 因為這個其實一個好好的就是 分開了呢 外面的街的人 跟自己呢 住客那裏呢 就分開了 分開了 那所以所有對外的所有活動呢 就可以在下面這裏呢 進行 OK 好了 而一樓就是那個 健身 如果我喜歡做健身的 我就可以去一樓那裏 那一樓除了健身之外呢 另外呢 亦都有一個Coffee Shop 嗯 這個Coffee Shop 就是給 住客 自己用的 所以變成這裏的 Coffee Shop 跟下面的Coffee Shop 就可以分開了兩種 完全不同的 那個用途 OK 因為始終住在那裏的人 都需要有一些私人的嘛 是不是 現在都注重這個 這樣的 的issue 好了 再上一層就會有呢 那個叫co-working space 現在很多地方都會有的了 那你也有私人影院 也有做yoga的地方 那這些就更加私人的東西了 所以變成大部分私人的東西 或者住客用的東西 住客專用的東西 就在一樓和二樓 那對外的主要就會是回到一樓 那我覺得這個鋪牌呢 其實我覺得是 挺有心思的 還有他在市中心呢 有這些 真的 算是非常stage of art的一些會所設施 是啊 所以他 比如這個是電影室 那旁邊這裏就是co-working space 還有下面的coffee shop 然後再下去看的就是 這個就是二樓上面那個 娛樂室 娛樂室 還有三樓的co-working space 那這裏逐層逐層了 用一個平面的四樓去看看 進來之後 假設了 放完工回來 進來之後 那你可以去前面的職場 或者公司 問他有沒有東西 檢要收 如果沒有時間約了朋友 那就可以隔壁 這個coffee shop那裏 就可以跟他聊天 好了 那跟著上到一樓 那一樓呢 這裏呢 有做dream 那可以在這裏做dream 那還有呢 亦都可以做完dream 就可以在旁邊 喝杯東西的 可以 那另外去到二樓呢 就會有co-working space 有joga 電話 戲院 還有呢 那個lunch 對 那變成這個lunch 還有一件事就是 好像我們的會數那樣 可以訂了回來 做一些你自己的個人 一些party party 這樣用的 那譬如說有時候有些朋友仔 他可能是 他是自己 都是做一些start up的 那可能在co-working space那裏 自己做 做完事之後 那就可以呢 落到地下那裏 去見他的客人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安排是不錯的 這個情況 那裏面來說呢 三樓開始已經是 這個住戶的了 那這裏有studio 一房和兩房 studio就是 深綠色的 這裏有兩間的 這裏有兩間 那其他四到十四樓呢 就是普遍的 樓房 沒錯啦 那麼每一層裏面呢 基本上就是一樓 一房和兩房都在這裏的 我自己看呢 如果說現在 剛剛我們訂了價單 我們有單位可以選擇 那就選擇一些漂亮一點的view 我自己認為呢 比較好漂亮一點的view 就是10和11的 為什麼呢 我們看回那個planning 當地的planning 其實這一邊呢 暫時是沒有東西會發展的 所以呢 還有這一邊呢 SSR在這裏 OK 所以這兩邊呢 基本上是沒有東西遮擋的 有個開圓的景 而且始終都是有一些有路 還有 有trend 所以其實它會跟 就算再後面 就是再後面有這些建築 一定 這個是永久敬觀 就是它是有一個很良好的距離 會很開揚的 10和11 是啊 10和11 這兩邊 是我心水轉角來的 坦白說 拿一個 11 這個的一房單位 裡面來說基本上就是 進來之後 門口進來之後 右邊這邊就是客飯廳 然後房間就是這裡 洗手間就是這一邊 那是四方方 我覺得這個挺好用的 這個這樣的 理由 價位就是 26萬磅左右左右 起跳 另外就是兩房 兩房之後就是門口 三萬 進來之後 這裡就是一個房 對不起 這裡是一個 這個是洗手間 這個是房間 這是房間 這是房間 這邊有一個 優質的房間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 兩房間 因為這個是一套房 所以這裡有洗手間 這裡就是客飯廳 在這邊 因為兩房的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兩邊 房間 所以它有兩邊窗 OK 今天已經賣了 今天已經賣了 今天才賣了 1110 這個就已經賣了 我們還有其他樓層 OK 看看一段影片 看看附近的那些 觀看是怎樣 嗯 那這裡我過去呢 就會是那個 這裡看過去 那個圓圓的那個地方 就是聖 Peter Square 對 那這裡是向北的 這個就是Axos Tower Axos Tower 所以這邊看過去呢 就是中環區 市中心的那個地方 就是潮北的 這個位置 沒錯 所以如果剛才10和11的話 基本上看出去 就會是這個景 看出去 所以就前面沒有東西遮的了 其實這裡看到 整個晚城 又真的沒有 Bacon的地 可以再興 尤其是Expressory 是這個地方 那現在就看過去 Spinningfield那邊 如果 買了 就是10和11 就會是 大概是這個 看這個景 嗯 就是晚上的話 看到有些燈光的話 其實都幾漂亮 幾漂亮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 Bacon Tower 接著再高的樓層 這些就是 大間一點的 兩房 和一房的單位 是的 即會大單一點 那跟著另外呢 19樓 全部都是兩房來的 兩房單位 兩房單位 那再上的那些呢 就會是三房 就回到那些 拜 request 去看 是的 這個發展商的 一貫做法呢 就是如果頂層的那些 Duplex 或者三房的話呢 那就由客人自己去聯絡 就是我們啦 那由客人自己去設計 那個職 怎麼畫 嗯 這個就是by request的 這個也是 嗯 那這個就是那個內裝的那個設計 那全部都是落地玻璃窗 那就是看得到最美的設計 是的 那都是那個 長生地板有一部分的單位呢 會連同一個island 給你的 是的 這個就是 睡房 基本上 每個房都有窗了 另外就是洗手間 主人 主人套房那個洗手間 那基本上裡面的東西呢 剛才提過了 就是 千花地板 長生 廚房裡面所有的爐頭 等等那些呢 全部都會有 除了洗衣機 除了洗手間 那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寫在這個文書牌裡面呢 有的寫在這裡的東西呢 就會包在裡面的了 那如果有興趣的時間的話呢 那就 那個流程都很簡單的 那studio的話呢 給個首期就是30% 嗯 如果一房和兩房的話呢 就是25% 首期的 那麼那個流程就是呢 首先就是看握個單位啦 我們確認到有這個單位的時間的話呢 那就是付我們 one platform的一個行政費 5000元港幣 那麼跟著也都呢 給發展商一個5000磅 就預留單位的那個費用 那麼一個月之內 那麼我們呢 會轉介英國的律師呢 去幫客人呢 去做買賣合約的 嗯 就是一個月之後 簽了買賣合約之後呢 就如果它是買個一房的時間的話呢 那麼它就給25%的首期 25%的首期 如果以這個例子來看的時間的話 一個一房是247300磅的話呢 那麼我給了5000元 one platform 5000磅去預留單位的話呢 簽完萬萬合約之後呢 25%我就給61125磅 即是六十多萬左右 是的 即是說前後加上 如果我要上車的話呢 大概 70萬不用 70萬不用 不用 那我就已經可以上車的了 那餘額是什麼時候去處理呢 就是到收樓的時候 就是到2025年 那時候呢 我才去給了 那個餘額 來去處理的 是的 還有那個Stamp Beauty 印花水 印花水 都可以再次處理的 那所以基本上來講 如果我去買一層樓 去上車的話 基本上我現在 大概70萬港幣不用 其實我已經可以上到 這個 還要是鐵路如線的 享受第一張假單 是的 好 其實呢 以往我們推幣 沒有那麼緊急 這次比較緊急一點 那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WhatsApp我們 我們立刻發假單給你 是的 那麼我們 禮拜六日 都還有講座的 那麼就 如果有興趣的 同時有興趣的客人呢 都可以叫他們參加 星期六日的那個講座 是的 那麼最快 盡快 WhatsApp我們 我們會發假單給你 那就今天多謝大家了 謝謝 謝謝各位 下次再見了 下次再講其他不同的題目了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